大家好,我是龙水 上次的视频我给大家讲了在日本居住的优势还有劣势 我给大家讲了很多的现状 从客观的还有主观的都给大家分析了一遍 但是我没有讲我自己 今天我给大家讲一下我自己的情况 我和我女朋友现在的打算是在日本长期居住 并且在日本买房 很现实的一个问题 如果我们俩回去不靠父母接机 买房是有点困难的 有一个指标叫做房价收入比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人不吃不喝 多少年可以买到一个房子 中国的平均是29 日本的平均是11 所以在日本买房对我们俩来说更现实一些 而且日本的房贷利率只要零点几 如果我们把现在租的这套房子买下来 那我们一个月要还的月供 甚至比我们的租金还要低 所以买房对我们来说 是我们考虑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 那说了这么多 为什么我们还不买呢 这又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因为外国人在日本 贷不了款除非有永住 那永住是什么东西呢 外国人在日本居住是需要签证的 签证有时效 而永住就是发给外国人的 没有时效的无限期居住权 如果是留学签证 会要求你在日本留学 如果是工作签证 需要你在日本有工作 但如果有永住权 那就没有这些限制 甚至失业了还可以领政府的补助 和绿卡的概念其实是一样的 所以银行倾向于给有永住的外国人贷款 而没有永住呢 就很困难 要不然就是利率高 要不然就是首付高 有些观众可能会问一个问题 冷孙你都是八四万关注的up座了 你难道还没有钱全款买房吗 其实呢是这个样子的 没有 所以买房之前呢 我们必须得取得永住才能申请贷款 那我们来看一下在日本永住的条件是什么吧 一 善良 那就是没有犯罪的意思 二 经济安定 那就是能养活自己的意思 对社会正面 那就是有纳税的意思 那都没问题了 那跟没有要求差不多 哦 还有一个条件 在日本居住满十年以上 我来日本有 三年 这个念想基本就断了 但是 路没有那么容易断 现在日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 少子高龄化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劳动力严重缺乏 也大量需求来自海外的人才 所以日本从2012年开始 实行了一个高度人才的引进制度 学术 技术 经营这三个领域有能力的人才 日本政府呢会提供签证还有优待 如果不是在大手企业 大多数人的工作签是一年一续 更新多了才会慢慢增加 而高度人才 直接就是顶格的 五年前 而且在一定条件之下 还可以带父母过来 如果有的话 还可以带一名用人来日本 最关键的一点 有高度人才身份的人 在申请永住的时候 居住时间这一个条件 会被放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高度人才吧 高度人才是一项积分制度 在满足一定条件之后呢 会有一些分数 从学历工作收入年龄 这四个方面 还有一些附加的分数 有没有重大发明啊 有没有国家级的证书啊 这些都会加分 只要总分达到了70分就能合格 就能申请高度人才签证 而达到高度人才分数之后 只要在日本居住满三年 就能申请永住 如果分数达到了80分 只需要在日本居住一年就可以永住 具体的分数算法在这个表格上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 那我们翻译一遍 这个表格直接扔给大家 可能也不是特别清楚 我拿我自己的实际情况 来算一算我有多少分吧 好 因为我没有做学术工作 也没有经营公司 所以我要申请的话 应该是中间这一个高度专门 博士30分 硕士20分 学士10分 我是硕士学位 所以是20分 双重学位再加5分 我没有 因为我是去年才毕业的 所以工作经历是没有的 没有加分 29岁以下再加15分 可惜没有20岁以下 不然我还得加分 好的 我现在35分 从日本的高校毕业增加10分 那我现在45分 日语N1加15 N2加10分 我有N1 所以再加15分 那我现在是60分 下一个是从法务大臣规定的大学里面 毕业要加10分 中国的学校也可以加分 哦 名单在这里 OK 我是从祝波大学毕业的 祝波大在名单里面 所以再加10分 那我现在有70分 嗯 五年去 居住时间这一个条件 达到70分就能合格 带一名用人 所以我现在拿的签证呢 是高度人在签证里面的高度专门值 这一下 有效期到2025年 大家可以看到哈 这个条件其实也不算特别的严苛 你看像我的话就是来留学读个硕士毕业 其实就有这个分数了 所以如果你的条件和我是一样的话 那其实你也是满足的 如果是以后要申请永住的话 不一定要像我这样拿到这个签证 只需要把你的分数 保持在一定的年限里边就可以 所以虽然我这个签证是12月份才申请下来的 但是我从毕业开始就已经有这个70分了 那到现在呢 我工作也快满一年了 那就是说 我这个分数只需要再保持两年多 那我就可以去申请永住了 那 屁屁屁屁屁屁 我们的房子就快有了 你开心不 大房子 大房子 喜欢不喜欢 嗯 好我是冷水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君 ooh 是吗 根本 我相信你 谢谢观看